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的是AL对阵LN的第二局下半场 地图是月亮和公园 这边ELF搬掉了那个机械 搬掉了先知和佣兵准备来打一手女巫的 然后对面的话选了一套带看探员的 这套阵容呢就是有一说一 薄 整一个整一个薄字了得 就是抓到人以后我都感觉着求生者 对吧万一被女巫架住里一刀外一刀 人都救不下来的那种 看上去呢好像对吧 修得挺快的 但是脆是真的脆 这边第一个信徒交给了祭司 这边拿娃 能不能拿娃 好的一刀把这个娃给打了 然后过来 我觉得他可以选择就是拉了自动以后 直接放狗再打一刀 打完刀以后呢 这样可以再补一个信徒 这边是想来偷袭打这边的看探员 直接放狗啊 直接放狗 这边哎漂亮啊 nice 这个穿动就nice了呀 这一手穿动灵性啊 听到声音立即穿动 还是我感觉他听声音都没听到 直接穿得动 那这样的话 还是刚才抓机械师 要舒服的多啊 这边是等到了一个寄生CD好了以后 才补上第二个寄生 这个抓的节奏就有点偏差了 祭司的话 这边是剪了圈的 在自消性毒 等于说前期第一轮的一个追击 嗯并没有给到女巫特别多的节奏 反而是让求生者有了一次不错的一个拉扯的空间啊 这边第二个磁铁 爱一弹 这把看探员这里这块板子能不能下 躲一刀 但是这里是过板刀 他想躲一个抽刀 然后下板 这种博弈呢 你也不能说谁强谁弱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啊 猜对了就猜对了 猜不中嘛 那也没办法 但是即便如此啊 这刀打中了 女巫这里还是不一定好抓这看探员 看探员快辞典好了 女巫这边的本体狗没有 他得放原生狗 原生狗 你这里一放这看探员 拉开他距离再补一个信徒 还有两信徒来教 这两信徒一夹 看探员 这边如果说再能牵制个30秒 我觉得这把穷者有机会增三了 因为前锋地台电机已经修掉了 这边板子一破 那边的寄生信徒 一刀好的 那边的寄生信徒是没有跟上来 这边刚才往回绕 前锋 前锋怎么说 祭司的寄生信徒应该是消的差不多了 应该是压好了的那种吧 所以说待会一动起来 这个信徒等于说是没有 所以这个信徒我们可以不用管 第一波是安排祭司来救人 但这波救人时间上面稍微有点早 椅子都没做热直接救了 不过还行 他们因为这把的一个修机节奏是比较好的 再追一刀 打中的是看探员的 祭司这边 会不会切个闪吧 这切是打一个双挡 打一个双挡吧 祭司切闪了 一刀 然后补上信徒 这个信徒要补 能不能补得上 这边拉走 河边可能有洞 如果有洞的话 这里是想要强行点电机 96% 这台电机点亮了 那这个信徒补上 其实用处就没那么大了 这台电机如果能够干扰掉的话 更好 现在外面三台机的话 祭司这一台能修开 娃娃的话 可能需要人补电机可能还差一些些 但是前锋后续一个满球满血的前锋来救 然后看探员自己有磁铁能蓄能6 是有机会能够打一个四人战场开门战的一个局面的 祭司可以不用管 这祭司挂上就挂上了 前方这边拉球 准备一波无伤救 撞 好的 这边撞完以后直接救下来 看一下这边的原生信徒 看探员先一个翻窗往前拉前面两块板子 但是女巫这边有没有闪现 我们看一下 寄生信徒原生信徒里面至少有一个是有闪现的 这边看探员先丢了一个有闪现的 给有闪现的信徒 寄生信徒丢了一个磁铁 吸一手 拉开距离 娃娃这边的电机是 要队友来补了 这里想管电机 接使一刀 二挂机械 这一波机械师这个走位给到机会了 机械师这个走位给到机会了 我们看一下 这边如果看探员处理不了 挂机械也行 祭司这边电机点完 前方这边球还是蛮多的 先给前方补一个信徒 看探员那边拉走 看探员这样拉走的话 女巫应该是处理不了这看探员了 因为这看探员就算你一刀把他打的是寄生信徒打 打完以后你没有信徒能够挂他 前方这边选不选择撞救呢 这边先帮看探员把信徒给削了 前方这边拉球撞救 一波撞 好的 但这样救下来 这机械师是一个上挂飞 要帮忙扛到 要帮忙扛到 一刀 好还真给扛中了 扛中 祭司现在去补的是 马修团的电机前面有洞 一刀打 机械师倒地 前方还有一小段球 这电机马上亮了 马上亮 能牵起来吗 能牵起来 没牵起来 没牵起来这边亮了以后 还是一个私人战场开门战 有两个上挂飞的人 但是信徒只有两个 而且你挂的那个信徒 还是个前锋 前锋直接往起点门一拉 你这里需要再补一个信徒 这里再补一个信徒 底牌已交的情况下 那边看探员一开门 前锋有一段球 除非前锋那边的信徒有闪现 能把前锋秒了 这把才有机会能保平 机械师这里还在牵扯 还在牵扯 翻过去一刀震 那边大洞已经拉好了 前锋这边走 信徒一销 那三跑已定 这局 穷胜者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无论这个看探员 还是这个前锋 都非常非常的给力 当然 街市那波吃刀的话 还是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转折 其实街市那波 如果不吃刀 穷胜者会更加稳一点 但总体上来讲 这把穷胜者一个配合 包括个人操作是拉满了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AL这支战队的一个韧性 的